人一辈子只做三件大事就行了 别怪顾老师没提醒你 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如果你能耐心看完这条视频 可能比读一百本书更有效 特别是最后一点很重要 最好是点点赞 转发给身边最好的朋友 第一件 爱护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一个人最大的错误 就是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 所以爱护好自己的身体 第二件 研究人性 只要看够人性 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上 立于不败之地 夫妻不到离婚 你看不到本性 朋友不碰金钱 你看不到嘴脸 儿女不到病态 你看不出孝子 没有跌到谷底 你看不到亲情 只要不碰利益 谁都会是好人 时间就是一把尺 良人良心良彼此的距离 人心就是一杆秤 称轻称重称真情 人性就是一面镜 照你照我照现实 第三件 研究赚钱 钱能解决99%以上的问题 剩下的1% 需要用更多的钱去解决 你发现那些可以在你面前肆无忌惮评价你的人 本质上就是瞧不起你 所以啊 翻脸不如翻身 生气不如争气 抱怨不如改变 求人不如求己 小是人 大是狠 没人扶你 你要学会自己站稳 只有跳出让你消沉的圈子 努力赚钱 你就会发现 曾经嘲讽你的人都反过来舔你了 我也是这样 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人 开始在上海打工的时候 受足很多 因为外语不好 同事嘲笑我中华土鳖 业绩不好的时候 连房东的颜色都要看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钱对我有多重要 没有钱尊严都没有 后来我就遇到了特老师 机缘巧合下接触了定位理论 获得高任之后 我仿佛开挂了 业绩霸榜第一 而且定位人生去和高层沟通 实现了向上社交 职位层层晋升 但我的工作本质是一个销售 靠提成赚的很多 但这种赚钱是不可持续的 特老师曾说过一句话 走进定位 你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 对于未来来讲都是零花钱 所以我一头扎进了定位理论里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项目 是杭州的一个包子铺 叫甘骑石 我尝试用定位思维 去打造这个包子铺 果然一年让我赚了六千万 我和我老婆都开心坏了 财富是认知的变现 而不是对努力的补偿 身边有贵人 脑海里有高维认知 你就会发现 赚钱如水稻渠成 生活也很顺利 学习定位的二十几年下来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都风调雨顺 让我赚到了很多钱 这都是因为 我跟随了优秀的人学习 所以才改变了我的生活 点击左下角365 是我录制的视频课 我把20年来 沉淀总结的经验 还有定位思维 最基本最精髓的概念 都在里面讲解清楚了 如何获得高认知 拥有一个完整的商业底层思维 让你赚到属于 你自己的那一桶金 还有为各大企业 做战略的实践案例 还有人生定位 教你如何高情商和贵人沟通 让别人见面三秒就喜欢上你 获得贵人相助 你知道有多少人 感谢顾老师的定位课程 这彻底改变了 他的生意和生活 你把我的365吃透80% 你能运用60% 你就能够在你这个行业 已经领先很多人了 为什么这么多的普通人 在能短时间内拿到结果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牛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信息差 他们就去做了 而且投入的成本特别低 你不要等到别人都做完了 你才知道定位很好做 我也想学 真到那个时候 你的大腿都已经拍子了 如果今天你不学 被你的对手刷到 他先去学习了 那么2025年逆袭的人 可能就是你的对手 所以来 用365元 换取你一个逆袭翻身的机会 点击左下角小黄车 去培养你的商业底层思维 赚到属于你的那一桶金 那里面我讲了十多个小时 有毅力的人买 他是不会错的 他会很有毅力的把生意做起来 你也一样要鼓励一下自己 365元 一顿火锅的钱提升认知 逆袭人生 就在这条路上 如果你愿意改变 学习后你就能打败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没有走进来 可能你要比别人再努力个几十年